開始囉 就是從來沒有從 然後天空有這麼多彩帶 然後降落在自己身上那種感覺 很感動啊 因為我們這一季其實付出了很多 可能有幾個moment的時候會想 很快就hold住 因為我們還沒有到終點 我們從去年戰績沒這麼好 然後到今年就是戰績變得很不一樣 我覺得就是一路走來真的是很辛苦 然後也很開心 就是大家可以成長得這麼快 因為去年我也是在季末才回來 然後球隊是第一年的組成 很多事情有沒有準備好的地方 但是時間很快一年就過了 然後我們 我們確實做了很多改變 不管從球團到球員到教練團 我們確實做了蠻多改變 今年特攻隊最大的改變就是 他們請來了歐洲的一個教練 他們也引進了歐入外援的一個球員 今年都以歐洲為主 不過這些洋將並沒有一個絕對高度 大概都是207到208 歐洲的風格 那種意義是更加困難的 更加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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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怎麼做 我必須怎麼做 我必須怎麼做 我覺得整體在球場上的心態 跟專注度 我覺得 是我跟以往最不一樣的地方 今年就是 我每家人都歐洲的那個 隊員還有敬任他們 然後他們都是那種 在場上都會溝通的 然後就跟我們溝通 然後講話 對啊 這個就是剛好我也需要的 就是多溝通一點 對多常常溝通多 我們在場上的表現 主要是 做隊員的最主要 做隊員的成員 做得更加困難的 更加困難的 他們不把球打太多 然後 還有很多地方 社會的地方 他們有很多空間 讓他們有的這個 知識 他們是像 控制的隊員 在場面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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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B 你們在這裡 找到隊員 和 調整隊伍 讓隊伍更好 團隊至上 怎麼詮釋嗎 用戰績詮釋啊 這一場的比賽要交給中興特攻 把自己的連勝紀錄推進到了12連勝 在例行賽當中 9場13連勝完成 就相信彼此吧 就是不會靠一個人打完 就是一場比賽 對 就是如果這個人不行 還有另外一個人 整個團隊的助攻都已經來到30次 所以 今天的中興特攻啊 在進攻上面確實不是那麼好守 今年就是打完他我那場後 別隊就是針對我防守 就是會有就是不要讓我接受 感受到比較多壓力 或者就是要用就是聰明的方式 幫隊友就是製造空檔那些隊 隊友很辛苦的幫我製造出空檔 就是為了這麼一個空檔 大家他們可能要從全場上跑過來 然後去做很多動作 然後把頭抬起來 這樣到處尋找才能找到我 我就覺得說那我真的接到球 我再不投 我是很對不起他們 我就這樣告訴自己 其實我們都是在一戰養戰 就是每一場對我們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養分 真正如何去面對在各種情況下的壓力 也透過後面這段時間 立行賽穩身的那段時間去磨合然後去 為季球賽做準備這樣 希望就是我們贏球的時候就是可以在 因為上次那個不是冠軍賽 所以泡了就是有點沒有那個感覺 對啊 可是如果真的得冠軍的時候泡了那個 就會比較興奮的 我每一年都對我的球隊 跟我隊友自己都很有信心啊 然後我打任何比賽我都會毫無保留的打 所以立行賽第一只是一個過程 然後再來我們會比較想要是年度冠軍 對手永遠會想辦法想要贏我們 或者是贏自己 所以你自己不把自己準備好 不給自己多點信心 那就沒辦法享受贏球的過程 是 為甚麼 要做了 有